問一下,因為像最近陳吉曼市長他都有幫一些綠營的新人小雞在輔選 像他昨天他幫黃永秀參選人他在輔選的時候有講到說 他四年前落選他的一些感言 那我想問一下委員說最近幫藍營這邊小雞新人輔選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感言想要跟這些人分享 哦當然我覺得我們要給這些新人非常多的一個機會 因為相對而言他們是資源是非常不對等的 像我昨天他開直播的時候像徐彩珍他又特別過來 然後我們就透過這個直播的一個機會呢 跟這個彩珍來做這樣的一個立體 那當然像陳世民他在小港前鎮 他最近也遭受了一些的小小的一些波折 但是我想我們有任何的機會呢 就透過不管是未來直播的方法 或是在很多公共的場合當中就特別要介紹他 總而言之我們深刻的理解這個第一次的參選 都是相當相當的困難的 如果在我們能力範圍所及 一定要讓這些第一次參選的年輕人 能有機會跟這些老將來作為這個立拼 然後保住全部的一個形勢 這些部分我想任何的縣市長都會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是 好就是說其實林延這邊 就是當時韓國瑜選市長都涉及在這邊嘛 那其實市盡之數其實就是韓市長的政績之一 那你怎麼看就是這一個地方是不是有所事成延續 或者說地方鄉親的特別熱情 有像我們今天有特別跟這個耀玉 還有跟余軒議員 我們會去觀賞了他們龍板石斑的一個養殖 那他們這些養殖業者也跟我們提出了一些 希望未來我們會做一些的 好好的對於他們的龍板石斑裡面 未來如何來做一個行銷 他們都提出了一些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今天特別來到這個地方 跟我們這個蘇老師 還有跟一群小朋友做一個淨灘 因為我們了解這個整個海洋線的一個永續的發展 是非常的一個重要的 所以我們的議員也都非常的關切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未來對於林延 這樣子的一個五塊的一個發展 漁港的一個發展 我想我們都會聽這個所謂的在地業者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在永續 跟所謂的這個漁業的一個發展 能夠達到一個雙贏的一個局面 好那另外就是因為最近開直播 其實吃播都蠻受歡迎的嘛 那會不會擔心有一些 就是選戰的帶來的職業傷害 謝謝我覺得的確是你看我們所有的這個 小編們每個人肚子越來越大 包括我也有很多的民眾跟我反映了 這個不要再吃了 你的臉已經越來越圓了 所以這個的確會給我們一些非常好的一個景緒 所以以後可能要節制 不過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吃播的話 我想我們會繼續吃下去吧 這個我想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很多的民眾的很多的熱情 譬如說我們到夜市去 就有很多的老闆娘就會附送很多東西 那我想這是他們所表達的一種支持 我們當然就開心的把它吃下去 30號有預計要辦萬人的造勢會嗎 我覺得我們整個選證都在我們的規劃當中 那這一點我想我們會有一些的造勢的一個活動 那一些的來賓還有一些細節都需要再做一些的推敲 那我想在怎樣任何的底定之後 我們會透過官網或特別一個正式的一個新聞稿的方法來告訴大家 所以請大家敬請期待 韓市長會來嗎 你說9月多嗎 我想韓市長會來 我們都有私下保持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溝通的一個管道 包括韓市府的一個團隊 包括我們的市政規劃 都跟他們團隊做一些很緊運的一個結合 那我想韓市長要來的話 可能就是不會是9月了 那就是要尊重韓市長 因為他目前為止還是有他一些的計劃 那我們想我們尊重韓市長 那那個就至於那個激進黨 可能在諷刺你說三餐造勢 如果有一場 那個三場加起來有 當時韓市長的造勢活動人數 就很 謝謝激進黨對我們韓市長的贊賣 對 韓市長的確造股非常多的一個韓流 終於激進黨能夠對韓市長有一個非常肯定的打步 我們要謝謝他 不好意思 那剛我剛的第一集 就是你跟那個 沈大佬 沈大佬的那個 沒有錄到 因為我剛我們的邁有聲音沒聲音 哦 所以哈 實在沒有聲音 好 我繼續講一次 我再繼續回憶一下 的確啦 我覺得在 因為我兒子今年到12月的時候 他就已經30歲了 那的確我在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 那時候去聽了沈大佬的一番的一個演講 然後呢 他是12月19號去當選的 然後我12月19號的凌晨也是12月20號 大概就破學 然後到醫院去 所以我很感激 我們彼此之間在30年前就結下了這個緣分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沈大佬的時候呢 我又特別跟他提起這一段故事 我不曉得沈大佬80幾歲 還把這件事情記得這麼清楚 那我總而言之 我非常謝謝 他不論在任何時候呢 以長輩的身份都給我很多的提點 然後呢 這次的選戰 他也會力挺到底 我非常謝謝沈大佬的一番的愛護 好 那我們聯訪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們特別過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